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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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怎么样 我当场就哭了 我的妈呀 真的是 你这样怎么会叫这道朋友 这么容易哭 太吓人了 今天我告诉你 今天也会让你哭 是好吃到让你哭 好不好 好多水果 今天我要做的这个是 应该算是一个甜品 那其实这道菜是 比较正宗的所谓的 那个法国菜 法国菜 叫做那个红酒炖 红酒 红酒炖梨 对 红酒炖梨 对 那但是因为它的工序 会非常的繁琐 所以我今天又用了 咱们的新疆的香梨 然后把它做一个简化 简化 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漂亮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国菜 法国甜点 法国的甜点 今天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 大家都可以做 柠檬 柠檬你用这么复杂的方式 要去皮啊 对 不然怎么去呢 不是 我以为你要保留皮 我就是要保留皮 你要用牛皮 你现在是扒下来 要用这个皮 对 我要用这个皮 好辛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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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世界上的味道 真的是千样百姓 但是柠檬的香气 真的是很棒 对 它都在用皮耶 这一道 没有 我连里面的汁都要用 对 但是这里有把皮也取下来了 对 橙子皮 因为它两种不同的 对 两种不同的感觉 食物一定要到最棒的产地 对 最好的食材 好 接下来 新疆香梨 香梨 那我们把这个后面给去掉 那基本上一般在那个比较传统的 它都是用那个西洋 我们讲那个叫鸭梨 红色的 鸭梨 好大 把皮给削了 是 在所有爱吃的水果顺位当中 第一顺位 董老师排什么 我就吃香梨 香梨 那那个嘉宇呢 我很纠结 我是天秤座 好多选择 对 那你就说你最爱吃的水果前五十位 前五十位 都爱吃 我要想一想 反正来你没不爱吃的水果 我没有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爆米花 我不是很爱吃以外 我都很爱吃 为什么不爱吃爆米花 因为小时候吃的太多了 吃腻了 哦 我也 你说爆米花 那个下次再讲 你又要拿一个故事来换钱 因为你有个很恶心的关于 要剧透了 对对对对对 还是你又要拿一个故事来换钱 对 我要拿一个故事来换钱 OK OK 在家里可以自己做 对 可以自己爆 好像很方便 对 然后你可以爆出各种口味 各种香味 微波炉里面很快操作 没有 我说直接在锅子里面爆 锅子里面爆 拿米豆 那个米扔进去 它可以从里面爆出来 对 那下次让我再多领一点钱 就会告诉我们方法 对对对对 以这个喜欢的男生对象来讲 你说你最喜欢的男生类型应该是鱼醉那种类型的 对 解释一下 鱼醉那种类型是什么类型的男生 就是很有担当 虽然平常看起来没有特别 对对对对 但是正经事情的时候很正经 我叫他说谁 就是令狐冲 说我 说我 就是我 死不了脸的 对后入座 谢谢你 好 现在先准备好了 然后开始开锅 开火 今天好像要用到蒸 对 它其实手续很简单 但是它也要花一点时间了 一般传统做法 它就是慢慢微 微 微 微到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放凉 然后再冰到冰箱 放凉 对 然后冰到冰箱 它就冰到甜甜的 甜品 因为有柠檬 柠檬 柠檬 因为最主要是它 我是要让它变成焦化 焦化 焦糖焦化的时候 其实它的甜味 其实就没那么 没那么 就是香 对 好 开始有没有 有水分 它融化了 然后开始它会产生一些焦化 焦化的 颜色就开始慢慢变黄了 对变黄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把这个红酒 加一点进来 全部把它加进来 对 妈呀 直接加红酒进来 点 让红酒 让这个酒来进入 我们的美食的这个世界里 对 它有这样的颗粒不用怕 你让它慢慢煮它就坏了 但这个甜品就是 要过点时间才可以去开车 也不会 不会吧 对 它煮完就会灰发 会发掉了 然后我们半颗柠檬 哇 滴下去 然后半颗橙子 哇 所以你看 超配料 有这么多果汁在里面 真的最后是要进冰箱冰完 对 才会最好吃 嗯 但是今天我们是 吃温热的 哦 就文表可怜 因为时间的缘故 也不是 吃不到最美的时候 也不是 我刚才讲的是传统做法 它会比较繁琐一点 哦 那其实 传统做法它就是要煨 那今天我用 我们中国的 用蒸的 蒸 那就不一样了 它就很快速就会用 OK 开了之后呢 加什么 我们加了冰箱 好 大概三四根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香梨 对 哎呦 天呐 水果我们一常 这么长的理解都肯定不会弄热它 对 OK 然后我们滚了之后 对不对 然后开 开 开了之后 好 下注回去的 然后开始教它 是 对 然后它要是不学呢 哦 你是这个教它 为什么要 它要是不行 它要不是不学的话就踹它 踹它 对 OK 好 其实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大碗 哦 所以梨在中间 对 你是要把它全部移过去吗 对 你看它这样很细心 要是我们就倒了 对 想一会这样子来分 会乱喷 会乱喷 对 好棒 好 这个就是 然后要开始进蒸了吗 对 一般来讲说 要蒸大概两个小时 慢回来它蒸 其实不用 嗯 有的时候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因为你这里已经放完了 对 我们已经蒸好了 哈哈哈 因为时间关系了 所以我们就蒸好 其实就是要看 对比一下 镜头看一下 一定要让它很透 很透 对 好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梨先捞出来 准备装盘 装盘 对 因为它很软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不要破坏外形 对 哦 它现在已经不光是软了 对 看成已经扁下去了 对 对啊 然后 但是还是能看出来是离 一点点 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汁回去 要再回锅 回锅 哦 然后大火让它烧 嗯 它最主要是让它收汁 哦 哦 要收汁啊 对 所以我以为重点是在于喝 这个甜品重点是在于吃 对 不是在于喝 我误会了 你误会了 对啊 我以为是要喝这个 我以为这个还不扔掉 我干什么 因为我把它当汤了 不是不是 所以要浇在上面 对 哦 哦 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甜 对 对不对 没有那么甜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加糖 这时候再加糖 然后它的那个橙次感就更容易跑出来 对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取一半 嗯 这是橙子皮 然后柠檬 柠檬 哎呦 哎呦 就是 又要开始熟 不一样 关火 而且现在也比较甜 而且会稠很多 是 哎呦 哇 好漂亮 嗯 再淋上去 其实是吃这个梨对吗 对 我们是吃这个梨 一样到最后的时候 你可以在旁边撒一点点 这样就完成我们今天的红酒羊梨 OK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吃它们咯 你可以起一个比较中文诗意的名字吗 叫莫别离 莫别离 莫别离 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就为什么要别离嘛 OK 对不要离开 朋友也可以啊 亲人也可以啊 就是西元的一种 OK 你不吃吗 我不吃 啊 待会儿待会儿啊 它就会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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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它现在越来越浓稠 嗯 哎呀呀呀呀呀 好想吃 这会变得黏一点 对 好 所以需要切开吃哦 好 难道你要整整整合吃啊 整合吃啊 整合吃啊 OK 我想糊润 软软的 OK 就不吃心嘛 知道了 对 谢谢 呃 分别动手 帮我跟家瑜都分开 我这边呢 就不乱切一下就好了 在那边呢 把那个糊啊 跟肉啊 它都分开 分开了 是是是 再见 别这样子吧 来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酒羊梨 到底美味程度如何 我觉得那个梨它本来蒸了之后会很糯 但是又有梨的那个颗粒感 嗯 就是里面那种颗粒感 嗯 对 很有层次 很有层次 欸 我觉得这一次它的有层次跟以往的有层次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刚才有名字是那种一二三 它今天是一三 就是你刚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怪怪怪怪怪怪 但是它的味道到最后是一起泛出来 对 对啊 它的后劲会比较强一点 嗯嗯 它的味觉的后劲会非常非常明显 嗯嗯 非常强力 所以一开始是没感觉的 没有 对 然后你咀嚼它有两三秒以后开始 啪 那个酸劲啊 然后那个甜劲啊 还有那个东西就是让你整个口腔打开的那种 对 所以我相信 我们今天这已经是打了折扣分 因为没有冰果 对 对不对 所以冰果的话呢一定会更加的有意思 对 这个红酒洋梨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 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会这一道非常之特别的料理 分享给你的爱人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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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差吗 是很秒的 有差吗 不然 他不会拿家人当小白老鼠来做实验的 他也拿我们当小白鼠 是活的东西不能够 包裹是不可以寄活的东西的 是不远袭的 比如说我把您打包寄回老家 这是不可以的 是吗 好